我先跟大家報告 因為這兩天大家可以看得到 很多相關的這個有關藻礁的議題 不斷的在被討論 那大家都說 藻礁這個公投已經在被買虎 是沒幾天了 我現在先把這張圖Cue出來 我先問老師這個 然後再慢慢的開始跟大家談 我今天是第一次看到老師 但是我常在影片上面看到老師 大概六七年前 包含了公視的紀錄片 包含媒體的房屋 因為我以前是在電視台當主管 那我有很多記者去桃園訪問您 在講這個有關這個藻礁的事情 也很多年了 現在老師您領錢 推出這個珍愛藻礁的這個公投案 那需要進行連署 現在是到第二階段 第二階段是需要大概29萬份 有效的連署書 門檻是289667張 老師記得很清楚 那28萬多 一般不管是任何的黨 或是任何的提出這個公投的時候 大概都是需要到35萬以上 才叫做可能比較安全一點 因為有一些可能 他的那個公投 基本上也許他可能寫錯了 或者說資料上面有一些 叮答給 但是老師現在是 你們手上現在到底拿了幾分 我們現在已經有12萬6千分 12萬6千分 今天是25號 今天25 距離第一批的寄送期限 2月28只剩3天 3天 對 然後你剛剛講幾萬 再講一次 12萬6 12萬 那還差了有18萬 是 好 大概大概在17、18萬 對 那這樣子老師進度是嚴重落後 嗯 說是嚴重落後 其實 正在快速的飆升 也就是我們過去從開始 每天只有一兩百張 到開始一兩千張 那現在是用萬張來算了 那當然 好像剩下三天的話呢 我們大概一天就要 五六萬以上 但實際上我們是有一個緩衝期 就是中選會要我們17號以前 一定要提交 對 我們當時想到的就是說 如果真的有達到35萬分 加上他必須要有一份副本 那就是70萬分的資料 他要分類 要裝訂 成冊 對 要編號 哇 那個工作非常繁複 嗯 我們想如果我們跟大家說 大家15號以前寄過來 如果大家都15號寄過來 我們根本沒有辦法去做整理工作 嗯 所以一定要提前 所以就用2月28號當作第一階段 大家儘可能在這個之前寄給我們 好 那這樣的話呢 嗯 我們可以再衝刺一波 嗯 我也有人力去繼續做那個整理工作 好 一開始先問老師這個問題就是現在確實 還遠遠不夠 但是老師看起來你是有信心哦 嗯 我覺得 這幾天多很多是不是 對 像昨天我們 還沒有算那些大專生在院校裡面的擺攤 就16000多 如果把他們昨天8000多張算進來 那我們昨天就是 25000 哎 那現在變成一天就有一天嗎 對 一天 單日25000 那如果這樣算的話 一天有辦法到兩萬以上的話 那可以哦 是啊 是有機會的 如果 這一波衝刺 下一波大家看到 哎 我們真的是告急 而且很有希望 我認為他們 會跟上來 好 那一開始先跟大家講 因為有一些人在問我 有一些網友在跟我講說 這是什麼 可不可以把節目當中跟大家做這樣解釋 的時候呢 也有一些人講說 啊 說只有到月底啦 就壞了 就撩掉了 已經去撩掉了 沒有希望了 我覺得沒有 但老師一講 真正最後期限其實 還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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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段時間 還有大概十天 好 所以我們今天節目一開始先跟大家講 這個公投 如果你今天聽完潘老師講這個節目之後 你認同這件行動的話 如果你想做是來得及的 我現在要跟大家開中美語講這一點 再來就要請老師來解釋一下 到底什麼是珍愛藻礁公投 為什麼推出這個公投 請老師跟大家說明 呃 如果說是珍愛藻礁公投 就所謂藻礁是什麼東西 大家可能要先了解 因為大家只知道珊瑚礁 不管在影片上圖片上 都可以看到非常美麗的畫面 可是珊瑚礁其實到處有 台灣的海岸周邊 只要不是沙岸或者是那個 只要是有沿岸 大概都會有珊瑚 嗯 可是藻礁就不是到處有 所以同樣都是生物 生物礁 顯然藻礁比較珍稀 這是第一點 嗯 那桃園這一片27公里的藻礁呢 是更珍貴 它的原因就是 嗯 它是前海現生大型藻礁 嗯 嗯 前海現生 對 好像就是跟深海在做比較 對 沒錯 比如說地中海那邊 他們就有綿延 蠻長的啊 那個藻礁 可是這個藻礁呢 是在水下20米 水下20米 你有沒有辦法接近它 不容易 你可能要潜水要什麼 但是在我們這一邊呢 你在退潮的時候 你就可以看到藻礁 你不然可以看到藻礁 你在上面呢 還可以在潮池裡面看到生物 看到那些生態系 非常豐富的一面 嗯 我很驚訝的就是說 呃 一個螃蟹專家 他說過去他認為這個地方沒有什麼螃蟹 嗯 他一向都在墾丁公園在那邊做啊 墾丁的潮間帶的螃蟹研究 可是呢 後來他知道這邊有柴山都貝孔珊湖 他特地來這裡做了幾天調查 他就發現了不得了 嗯 這個地方桃園是工業大線 污染了三四十年 沒想到大潭藻礁附近的這些蟹淚豐富度 遠高於墾丁潮間帶 嗯 那是國家公園哦 嗯 或者我們的工堂在維護的地方 可是它的數量 螃蟹數量跟種類都少於這個地方 老師我打打打打岔請教您兩個問題 第一個您剛剛在講 就是現在的這個 我現在給大家看這個照片 有秀出來 那觀眾朋友可以看到 這就是現在目前的大潭藻礁的 對 的這塊 G1區 那 那這個紅紅的 這個有點淡紅色這是什麼 呃 那個 那個紅的部分其實是一些藻類 那個藻類倒不是藻礁的藻類 對 不過你還是可以看到一片整 就是 就是也是一些潮間生態對不對 對 那裡面有一些什麼生物嗎 呃 那裡面的生物豐富了 這些藻類就是提供了那個所謂的最基本的食物 那會在這個地方啊生存的 比如掌潮上來的 嗯 或者是說就在潮池附近的 就有很多生物靠著這些維生啊 嗯 還有掌潮上來的時候外頭的魚會進來這裡 也是在這裡找東西吃啊 嗯 比如說生稍微遠一點的深海其實沒有什麼食物 是 那只有這個地方有豐富的藻類啊 嗯 所以他們在隨著岸的呃海潮上來的時候 他們是在這個地方找地方找東西吃 那你剛剛第二個問題就是說 你提到的是這個叫做柴山多杯孔珊瑚 就是我現在給照片給大家看這個 對對對 那這是什麼東西 這這這為什麼珍貴呃 柴山多杯孔珊瑚 他其實呃本來他就叫做珊瑚 這是大家第一個了解的 他的前面灌了一個多杯孔 對 就是有啊 孔珊瑚啊 然後又是一杯一杯的 嗯好 現在看起來一個一個的 你看那個一個一個的個體 嗯 那為什麼加上柴山呢 就是當時發現的時候 陳昭倫博士 中研院生物作業多樣性中心的研究員 他在柴山的時候發現到這個東西 他特地去做了他的很多的DNA的 這些的檢測之類的 發現到這個是一個啊 沒有看過的特殊種 然後他也到國外到處去找悬 看看有沒有跟這個一樣的 後來他就向農委會申請 嗯 因為發現到別的地方都沒有看過 嗯 所以農委會在2017年的5月 正式把他啊 指定為我們台灣的 一級保育類的動物 這是我們台灣的一級保育的 沒錯 可是呢 當時在柴山有嗎 有啊 世界各地有沒有 世界各地沒有 所以這個是台灣的特有種 這等於是台灣的國寶了 是啊 對不對 這樣講是 就因為其他國家沒有 他又稀有 是 然後原本是在高雄柴山那邊 在柴山發現 可是後來柴山那個地方因為開發 那幾乎都消失了 沒想到呢 2017年 就在環平要開始之前 我們在桃園大潭藏礁這個地方 發現到了最大的棲地在這裡 所以基於這些生態 還有你剛剛講 在大海的這個關潭這區還是關心 關堂 關堂對不對 是是 關心已經是野生動物保護區 那邊本來就不可以嘛對不對 那邊就是我們當時把它搶救下來之後 那老師我就舉手問了好 所以你剛剛講的這些潮間的生物 包含了這個柴山多貝孔珊瑚 還有你講很多的螃蟹 到底是在關心藻礁區 還是在關堂的這一區 關心也有 比如說螃蟹這是整個藻礁區都有 除非你被污染了生態被剿滅了 那關心有螃蟹有什麼大潭都有 對 可是大潭有的柴山多貝孔珊瑚 在關心好像只發現到少數一些 關心也有的 如果你看看